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二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114集 神道之术 王林眼都不眨一下,看都不看一眼电网,只是静静地望着青山老者 你要什么,但说无妨 老者果断地说道 我想知道,要去的地方有多危险 王林声音平淡,但语气却充满坚定之色 青山老者轻笑,说道 有多危险 老夫也不瞒你 原应初期进入,九死一生 若是中期,运气好可保兴 只有到了后期假神境界,才可以一探究竟 不过若是不谨慎小心,一样是死 但内里虽然危险,不过收获也是极大 法宝丹药功法,可以说应有尽有 除此之外,更有传说中的应变丹 只需服下一礼,便有机会一跃成为应变期强者 至于内里的危险 你大可不必担心 你的死咒术,在其中一个环节会起到大用处 最起码在那之前,你不会有危险 至于后面,你若是不存贪念 在外面等待,时间一到后,自会被传送出去 王林听吧,沉吟少许 他心里对于老者的话分析之后,只听信了其中的三分 我关你修为,应该是刚刚结丹不久 罢了,我这里有一粒利盈丹 你若同意随我去,我便送你 而且那地方最终得到的宝物 我可承诺,送你一件 如何? 李英丹呢,他听李木碗提到过 这是一种在结英时服下可增加些许几率的丹药 此丹呢,在三级修正国中极其罕见 即便是四级修正国也不多见 其丹方呢,更是掌握在五级修正国手中 王林沉思片刻,他对老者所说的神秘之地啊 心底多少有一丝心动 他不求能得到那传说中的应变丹 只求可以获得一些增加结英成功率的功法与丹药 否则的话,若是没有外力相助 王林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修炼至何年何月 才能达到原因期 而且现在的事情,若是他坚决不答应 对方发现无望后啊,定会毫不犹豫地杀死自己 如此一来,展现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路 好,我答应你 王林神色如常,点头说道 青山老者盯着王林那,看了少许 忽然说道 你之前两次消失气息,是如何做到的 王林看着老者,没有说话 二人就这样相互看了片刻 老者收回目光,不再询问 冷淡地说道 走吧,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那个地方就开起了 若你在这途中试图逃走 老父将不再给你任何机会 直接炼化 说着,他大手闪电一回 隔空画出一个符号,再上一拍 符号立刻钻入王林的体内,一闪而逝 这是神识痕迹 对你没有半点伤害之处 只是为了防止你再次消失 待到了那地方后 我自会给你解开 王林对此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若是换成他,也会如此做 而且如果对方想要下些厉害的禁止 也没必要等到现在 他并未动身 而是遥望火坟蒙的方向 沉声道 晚辈还有一事未完 还请前辈多等几日 青山老者眉头一皱 盯着王林说道 何事 王林内心一动 说道 前辈可听过战神殿的神道之术 老者冷笑 可增加结英积虑的神道之术 当年战神殿的那小子得道之时 可是传得沸沸扬扬 不过你即便是去 也弄不到原始的神道术 除非你去四级修征国 天刚国 王林神色如常 内心却是一动 听老者话中之意 战神殿果然如自己猜测那般 不可能一直保留着原始的神道术 只是若不亲自去查看一番 王林颇为不甘 于是身子一动 化作长虹 向着火焚蒙飞去 青山老者目光闪烁几下 在后面不紧不慢的跟上 时间不长 火焚蒙的山峰遥遥在望 王林停在山峰旁 目光炯炯 待青山老者临近后啊 他朗声说道 马良拜见战神殿 凤鸾千倍 他声音离口 化作阵阵雷鸣 浩浩荡荡的扩散开 很快 从山峰内 便飞出数个人影 最前方一个宫庄女子 正是凤鸾 他显示一眼 就看到王林身旁的青山老者 瞳孔一收 随后 目光放在王林身上 心中暗静 仅仅数年时间 对方居然结单了 不过联想到对方夺舍之事 想必夺舍钱呢 早就已然结单 所以才会如此快速的再次结单 他沉默少许 声音冷淡的说道 他寻找三年之人 就是你 王林神色从容 逼过这个话题 说道 凤鸾前辈 晚辈有一事相求 还望前辈答应 凤鸾颇为忌惮的 看了一眼青山老者 深吸一口气 说道 说 晚辈 想借神道术一关 还望前辈成全 王林语气平淡 徐徐的说道 凤鸾沉默少许 看了眼青山老者 发现对方啊 一直抬头望天 这三年来啊 他们对于青山老者的修为 已经有所猜测 此时眼看对方找上门来 不由的为之安静 此时啊 凤鸾身后走出一个红脸老者 他看向王林 目光凝视 稍许之后说道 你既是我战神殿弟子 但看无妨 跟我走吧 说着 他眼角余光 扫了青山老者一眼 王林二话不说 起身飞去 青山老者表情默然 王林借他之事 所看神道术 以他的阅历 一看即知 不过为了这点小事啊 实在犯不上烦恋 他索性帮人帮到底 卖对方一个人情 正好缓解一下 二人之间的关系 想到这里 他沉声道 小友 我在外面等你 若是你要封好损伤 我以这山峰所有生灵 为你陪葬 红脸老者身子轻微一颤 但立刻恢复正常 走进山峰之中 王林紧跟其后 二人在山峰后侧 一座石斧外 停了下来 我应该叫你王林吧 红脸老者打破沉默 在石斧外停声后 回头盯着王林 一字一句地说道 王林点头 没有说话 王林 以前之事 一笔勾销 我不管你惹下多大的麻烦 不要把战神殿牵扯在内 若你能发下誓言 做到这一点 我现在 就为你开启 进入石斧之门 让你一观神道术 老者深吸口气 语气沉重地说道 王林抬头望向老者 一字一句地说道 前辈放心 王某看完神道术 便会离开 从此之后 应该不会再回来 红脸老者看着王林 许久之后 右手一翻 手心之中 出现一枚玉符 他把玉符拍在石壁上 顿时啊 一阵白芒 立刻从玉符之处散开 迅速蔓延至整个石壁 紧接着 石壁上出现一层金光 渐渐的金光越来越浓 最终 石壁漠然间 化成仿佛镜面一般 老者头也不回 一脚踏入镜面 整个人如同沉入水中一般 石壁上荡出阵阵涟 王林抽出一番 一脚迈入 一阵清凉之感 在他进入石壁的瞬间 立刻从外界传递到身体内 仿佛脸上有一层湿润的帆布 擦过一般 清凉过后啊 王林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石壁 他向后一看 身后的石壁如同外面一样 都是泛起阵阵涟 波光淋漓 王林伸手探入 冰凉的感觉再次出现 这是我战神殿炼器之术制作的水晶门 若非有御夫开启 除非是修为达到化神器 否则无法进入这石壁内 红脸老者语气平淡的说道 王林听闻炼器之术 内心一动 再次仔细的看了一眼石壁后 跟着红脸老者向前走去 石壁内空间极大 除了正中间的大厅外 四周密密麻麻 有着上百个石室 每一个石室外 都有着一面石墙 王林观察之下 发现每一个石墙都好似那水晶门 此地共有石室365间 每间石门都是水晶门 这水晶门实际上就是炼器店弟子出徒的象征 红脸老者看到王林的目光 一直在看石门 于是解释道 王林看了一会儿 收回目光 此时二人已然站在正中间的大厅内 在正前方 有一排长将 架子分四层 每层上都摆放着一些灵牌 除了最顶层只放了一个灵牌外 其余几层几层 军都放了不少 王林的目光投向顶层灵牌 上面写着 战神殿创始祖 公末 公始祖是我战神殿的创始者 神道术就是他发现的 红脸老者对着灵牌啊 弯腰膜拜 转身探向王林 王林沉默少许 弯腰一拜 红脸老者转身 向前走去 在灵牌之后啊 有一片由清玉铺成的石壁 上面密密麻麻 刻着无数的小字 王林抬头一望 最顶点赫然写着 神道术三个字 但再往下看 他心底不由的一尘 下面写着 弟子陈冲 凭记忆刻画 后人修炼 须慎之 失望了吧 红脸老者看向王林 叹息道 神道术 在宫师祖发现的第二年 我战神殿出现叛徒 死后一时之间 有关神道术的传闻 大肆散开 不久之后 四级修正国天罡国来访 与宫师祖密谈后 带走了原始的神道术 他走后三天 宫师祖云游离开 从此之后再没回来 这神道术是我此生见过的最诡异的书法 任何人看到后都只能领会 但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好似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在阻拦一般 陈冲师祖 其资质平凡无奇 是宫师祖门下弟子中最差一人 但是他却凭借记忆 做出了所有人都无法做斗的事情 把神道术刻画出来 刻完之后 陈冲师祖弃绝身亡 临死前他告诫后人 此术乃大神通 他寿源不足 只够刻完一程 后人修炼 须慎之 慎之 其实陈冲师祖多虑了 神道之术 岂能是那么容易参透的 我战神殿数千年来 也只有不到三十人可以看透吧 这三十人中 有一半最终成功接应 至于火风国其他门派 所看的神道术 其实都是假的 能看透者就更少了 王林听着红脸老者的话 默默地看着清玉石壁 眼前好似浮现一个瘦弱男子 以透支寿元 在墙壁上刻画的一幕 你自己看吧 我在外面等你 水晶门封印之地 我要擅闯 红脸老者说完 转身离开 王林看着石壁 一字一字的看完 这些字体苦涩难懂 其中更是有很多地方仿佛冲突 看着看着 他的眉头渐渐皱起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密》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